而配合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为了防止民众反乡技组的时候会成为疫情破口 玉里镇公所今年也取消了亲民扫墓集体群聚法会 强调疫情期间一切从简 亲民年续假期第三天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玉里镇公所都呼吁民众能够提前反乡扫墓 防止众多台商回技组扫墓的亲民成为疫情破口 玉里镇公所今年取消亲民扫墓集体群聚的法会 强调疫情期间一切从简 上月初也发包疫情 我们的外报公司也陆陆续续砍草了 那在过完年之后也陆陆续续有民众开始有扫墓 那将近到四月的时候有比较多的民众来开始 来进到我们的墓区来去扫墓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民众能够不要用那个萤火焚烧的方式 怕因为现在天干雾灶会造成火灾 也希望各位民众的配合 提醒民众扫墓季组时戴好口罩 避免近距离接触 减少感染机会 并且呼吁民众扫墓时一定要与高风险族群保持距离 提早扫墓避人潮 保持清洁 请洗手 快速进行祭拜 一切应该重建保持顺中追缘的心意最重要 然后能戴口罩 那并依照我们的动线 那个左进右出 然后的动线来祭祀我们的先人 那这样达到我们的那个疫情的那个控管 今年因为疫情也决定今年不办理法会 政公所说 已经发出公文给各里将公告周知 避免举办人群聚集的活动反而造成防疫破口 记得高松松 预证 三本报道